然後再來我們要調小雞的眼睛 因為畢竟他眼睛這麼大對他來說也是很關鍵的動作 好 像之前我是把他的Viewport顯示關掉 我們現在就把他開回來 我們才有辦法看 好 我希望目前我希望是他落下的時候 因為接觸地板力量扎眼已經閉起來 彈起來的時候我們扎一下眼 所以這裡我們關鍵格在眼睛的地方我們先 the key i rotation 然後我希望他扎眼往下 往下扎眼 這裡我們可以 這裡我們一起往來 眼睛我們key都選起來一起 x 往下 扎 好 這裡扎的時候 好 打開在我們原來的位置 在初始位置我們眼睛希望是他張開的 我們可以按AltR先將眼睛回到初始位置 這樣我們打開比較好 我們比較方便控制 Rotate 這裡Rotate其實我們也可以用旋轉這裡控制 張開 40度 我希望會都留一點點的眼皮 這樣的話才不會完全沒有眼皮 這樣出現感覺比較突兀 這樣他看起來比較像雙眼皮 40 下眼皮 40 40 然後在這裡的話 因為他這裡旋轉他看起來會有點 軸向他看起來像是 比較不漂亮我們這裡旋轉的地方一樣 我們讓他帶一點旋轉 然後眼睛不要看起來像沒精神 這次要旋轉 特別是下眼皮 下眼皮露多的話 很容易沒有精神的感覺 下眼皮 我會留的 留很少 甚至下眼皮我不要好了 下眼皮我們就把他整個 角度好 我們把整個藏進去 好 我們這樣眼睛的 最後一格去低我們一樣放到最後 好 好這裡我希望他 基本上他落下之前眼睛都張開的 張開 OK 因為 碰到 往下扎 然後 我們在彈起的時候又張開眼睛 然後因為我這裡是令我他扎 力量感很重 所以我這裡我到比較晚的時候 我們要延遲到後面才張開眼睛 甚至我在接觸的時候 就更早一點 在接觸的時候 在接觸的時候 他眼睛就已經 開始就 閉起來 但 現在一接觸就已經閉起來了 我這影格讓他 錯 再錯開 閉到 然後這裡我們 要堅持 去 不定 久一點 再張開 然後 然後 因為被擠壓的很嚴重 所以我們久一點 再讓他張開 然後在最後這裡 讓他再眨眼眨一下 眨眼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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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快 我們就讓他只要留一點點時間就好 這裡往前 看這裡眨眼速度有點快 我們這裡 影格時間就要給他長 稍微長一點 讓他在最後的時候眨眼 好 像這裡他動作比較快的時候 你看FPS有時候出現紅嗎 速度不夠 所以我們這裡 兩眼睛眨眼關鍵格做完 我們一樣 讓preview 把它算出來 好 這裡就不耽誤時間 這邊影片到這 我就把preview 算出來